大家好 我是耿天 今天是2024年的10月10号 然后进入哈扎克战国家第二天 然后现在所在位置的是一个桥子的 昨天晚上就在这儿录影 昨天没遇到小偷了 我希望就是在这个国家不要遇到那种偷钱的 我可我知道每个国家基本上都有 我只不过说是概率大小的问题啊 但是我还希望就是不要遇到这些破事啊 不然的话到时候咱们他妈的钱他妈全被偷光了 那就挖闭口了 然后现在是早上的差不多8点多 这里的话就是天亮的比较晚 8点才开始慢慢才能看得见啊兄弟们 然后这边的话 早上很冷啊 你看我都穿着棉袄 然后这个鞋子我都换上那个棉鞋子 拖鞋我都没穿 太冷了 太动掉了 然后去找个地方上个厕所 然后早上也是把昨天就是没吃完的剩饭 然后吃了吃 还要剩一点 然后今天晚上的这做饭 然后今天的话打算就是往那个阿拉木图方向 就是瞧到这边 我这边的话就是去那个什么什么肯特的 然后咱们收拾一下 一会就出发 兄弟们 还不说了 说一下来四个我 非常非常固的 兄弟们来在下面找个厕所 上一下厕所 哎 看一下这里还是挺美的 小桥的有水 还可以洗个澡 洗个脸都不是问题 这个水好清澡 在那个桥下上 这边的话他们好像要过着 你看那边还有汁哦 操 从这边过去啊 上个厕所 住在这儿 非常烂熟 简直绝了 这里他妈以前肯定有人睡过 看到没有 你们画的什么鬼 兄弟们 咱们准备一下收拾一下东西册了 哎呀 刚才国内的警察局找到我了 然后说我那个什么 就是发的那个作品 就是他想问一下我那边是怎么回事 怎么发的这个作品 给大家看一下 我那警察找上我了 中国的警察 看一下 不是这个 是这个 大家看一下 中国太失望了 在中国坐车被啰嗦很多次 二来后头坐车 这都是我真实的经历啊 没有胡说 就是我当时付了100 确实100 其实票价是50 然后这个乌鲁木齐 当时那个司机问我要100 后面真的是没办法 他不然的话他就威胁 我让我让我推票 那大晚上的我去 就那一般吃 哎呀 后面被都说了50 然后霍尔果斯又遇到落索200的司机 就在霍尹霍尔果斯国际客运站那里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那个啥 然后我没给他 然后我找了很多工作人员 然后他说让我上去 后面那个会说中文的一个 不知道是不是他助理 然后又问我要钱 问我要是多少50 他开始说让我给他100 然后我也没鸟他 后面就过来了 这都是真实经历的 然后国内警察又又那个什么 言论一点都不自由 我真实 我真实说的事情 哎 就找上我的事了 兄弟们 国内不能乱发的兄弟们 但是我这不是乱发 我这是真实的 真实的经历 胡说的话肯定是要那个什么的 但我没有胡说 这是真实的 看一下警官又给我发啥呢 这是个警察 他直接干到我联系方式了 你看我都跟他说了 我跟他说情况了 兄弟们 兄弟们 说说东西了 给警官也聊完了 警官说 会反反反反应就是相关的问题给相关的部门的 我希望真能反应啊 最起码让咱们中国公民在国外遇到事情的时候 最起码大使馆能出手帮助 还不是说什么我不知道啊 不归我们管 怎么怎么样 你去找谁谁 不要找我们 我都是这样找 我实话实说 我说的任何事情 我都有根有据 可以查大使馆的电话 看看他们怎么说的 真的 真的 我很生气 你知道吗 在国内啊 有些人说啊 有 有 刚才就有人评论了 自作自说 是自作自说 没毛病 没毛病 牛逼牛逼 反正一些国内的傻逼们 真他妈的脑残 我操 那有一天你去国外的时候 你家人去国外打工的时候 遇到一些事情 那你就不要说什么 自作自说了 你说的话嘛 你说的话 那么跟废话一样 靠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话 什么叫自作自说 那我问外交部的功能是干什么的 他是不是保护中国公民在国外的一些安全的 就是有些问题的话可以提交给大使馆 寻求大使馆的帮助 我说没毛病嘛 那大使馆不管 这就说明什么 这就说明大使馆有问题 对不对 那我越南我之前再入不了境 那我问你 我询问相关政令有没有 那为什么不让人进去 不知道 牛逼吧 那讲不在更牛逼 那讲不在警方说要求翻译 就是说讲不在语言 我就打讲不在国家大使馆 那肯定会说讲不在语言 说不好意思 不归我们管 什么什么 你去什么找旅行事 他就不管你 就他妈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让你翻译一下 不行 牛逼吧 在国内办银行办不了 不好意思 你哪里办得回哪里去 在一地补办就是什么 有什么限额 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翻译 哎呀 没法说 我现在注意到银行卡 然后国内还遇到就是这种 乱收费的 我买完票了还问我要钱 不给钱 退票 就这样 我说的话任何都有根有据的 所以说你警方你随便调查 你想怎么调查怎么调查 我又没有犯对 我又没有干什么 对吧 然后你 纯纯的让我这个心里难受 一次两次我靠他妈的老是遇到的事情 谁不凡呀 那我发出来我肯定要发出来 那我心里送气了 我心里不美 我遭遇我肯定要发出来 我不仅发在国内 我还发在国际上 怎么了 你不能因为这个把我抓进去吧 我又没干什么 我说个话也有错 对吧 我又没胡说八道 我说话有一个有据 你可以随便调查 真的 没法说 哎呀 国内警察还找上去 牛逼吧兄弟们 今天看到我微信号了 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微信号 我希望他们能够认真反馈啊 把这个反馈给大使馆 啊 管点事儿 在国外 你国内的客人在他妈的搞一搞 你又不是腐败的国家 你国家是不是这么强大 你搞这些我买完票 你还让我给钱 我凭什么给你钱 不给钱就推票就威胁 我是能应付过去进国 只能应付就只能给钱 那你要不怎么办 你找人用没人给你处理 是不是 你找谁吗 你又不认识人 谁给你处理呀 没法说啊 当然有人管的 要是有人管 他们都不可能明目张胆的为你要钱 还是在客运站里面 啊 客运站里面他妈用 他妈的能能说我买完票他妈用我要钱 这是什么行为 这是不是敲诈啰嗦 妈的我在国外都没遇到这种傻鄙 在国内他妈的天天遇到 咋不错了我走了 我要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好 随便调查 国内的公安可以找 随便调查 我可以可以把它调查 没问题 我说的话都有理由去 不行咱们 咱们直接开个直播 开个央视直播 好吧 直播一下行不行 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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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没干什么 我说了我的遭遇不是很正常吗 没有了事情 我说了干嘛 我闲着没干事了 我发出来 我要你们快快乐乐了 我发出来 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这个国家怎么怎么样 这个国家遇到了什么 让大家就小心一点 知道吧 我发的视频图 只是为了一个鬼样的看 我实际上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我 就是环游世界的这种生活吧 环游世界结束了 我觉得一切就可以结束了 就这么简单 直接买把枪 再见 那个傻逼世界拉倒吧 反正我想法大家是不是觉得很极端 确实有点极端 反正我确实是这样 反正我确实是这样 你觉得真的活着没啥意义 活着意义 我就想走走看看这个世界 看看每个国家不同的风土 恩情不同的风景 什么的 这是我真实想法 兄弟们 所以说我希望我能够顺利一点吧 少遭遇一点事情了 偷东西的人真的很烦 你知道吧 本来咱也不是什么有钱 我靠你一下子我偷没了 有人还会吵 国内的傻逼们还会嘲笑 啊 你说我干什么 国内的傻逼们 就是他妈的吃不到土豆酸 土豆酸 他妈一群傻逼 我都不想发国内的品牌了 总想玩国际服务 胆着 他妈免费他妈看 我又不赚你们的钱 你们他妈一个个傻逼还跟着挑键盘 我操 你们爱看不看不看滚蛋 我操 真的我操这个好低手啊 赚钱的滴滴赖赖的 爱看不看不看滚蛋 爱跟着挑键盘的 撑个垂直 看不看你不看吧 也没人说是啊 我逼着你 我必要看我的事情 没必要敲你的 打电台 你还是什么等的 你把这些事 发动 你现在已经露出发了 你把这些事 我们看到他 你说的 我似乎 你没人 我们收到 他 你会感觉要跑的一步的方向 能够高一点,要不然一直压我去 太低了 太低的话,今天高一点,马上骑得很坏了 现在我们出发去阿朗的族方向 我还打算去下一个国家的可望看一下 我还希望大家不要怕什么 只要你就是说的话是真实的 对吧,你真实的讲自己的经历了什么的 没问题的,知道吧 黄景也肯定是通人性的,知道吧 他们肯定也是会帮助你,知道吧 我其实还是蛮喜欢那个网景的 人家最起码说,哎,我可以给你反规到有关不能,对吧 反规人多了,肯定有人管这个事情 一个人的傻逼们,光你把说做自作自受 我受你麻痹 等有一天你遭遇的时候,你他妈的说这种话 你心里他妈的什么感受 我靠,真的妈,你肯定的傻逼太挺麻痹 傻的可爱,你知道吗 你找到朋友,你一直说就是人生 你温暖身,你温暖身 对呀 文庸民说让你看,你不爱看,你黄走就行了 别敲键盘了,浪费人的力气干啥 实在不行,回家喝点瓶奶 我没法说,国内傻逼太多了 我都懒得发国内的不幸的 是,这些事情就是很这么高的 希望能有lik药会 照顾一路走的,她根本就回来 好这边就是自己想看 我不能谈尋到这边 如果去死去,不变得不温暖身 我只能把它们们吹处,不想提醒 我可以问我得很了 很难的,我是想说你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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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这里的地貌的话跟那个 怎么说呢 跟那个内蒙古部分地方 包括跟那个 那个叫哪里 新疆那部分地方都差不多 这边都是沙漠 我靠 我感觉这一出市区又没人了 这个国家的话 怎么感觉跟那个蒙古那么像 那边是一出那个市区就完蛋了 然后就看不到人 这边我看也差不多 兄弟们 兄弟们 你看看他妈的 这是国内跟国外的差距 他妈的 你看人家国外 我靠 给你搞个凉亭 让你他妈休息一下 我操 我老子他妈骑他妈国内 我靠 基本上看不到这种凉亭啊 这种休息的地方 哎 这就看出差别了吧 兄弟们 人家哈斯克的有中国有钱吗 没有啊 为什么同样人家这个路 是不是 穷归穷 是不是 人家路最起码修个飞机能车道 不管宅也好 最起码哎 撞不到我 对不对 我不是吹 哪个哪个国家 人家确实是这样所见所闻啊 我又没有胡说八道 对不对 你看人家这边是不是 你起来来 旁边有个休息区 哎 有个凉棚 有个遮雨的地方跟泰国很像 对不对 人家最起码他妈的 给你考虑的挺周到的 国内他妈那个是他妈赛事 你他妈也找不到一个凉棚 除了去哪里去桥洞 桥洞就是你休息的地方 你没听错啊 中国的那个路桥洞多 然后钻桥洞就这样 这边的话就不用了 这边的话 路边 隔一段应该都有那种凉棚啊 非常nice 兄弟们哈扎克斯安这个国家 你看他这边也是种玉米啊 跟中国好像差不多这里 兄弟们看一下都是毛泥拿吃了 好操简直绝了 兄弟们刚才还走错路了 从后面那里 然后又拐回来 然后这边是上高速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上去试一下 往那一条是高速公路 然后往右转的话是走那个普通的道 他们都说免费的 我试一下这里 毛泥挺多的 还有马 这个应该是马吧 然后这边的话很跟那个巴基斯坦好像啊 简直就是巴基斯坦 没有啥两样 这边房子都好像好像 你们懂吗 我感觉我去完这里就是基本上巴基斯坦的那种建筑了什么的我都想象的到了跟这边应该差距不大只能这么说 就是斯坦国跟俄罗斯有点像但是这几个斯坦国可能都长的差不多就是地貌来说 基本上大差不差你看这边的房子 跟那个巴基斯坦我感觉应该是相似度非常高啊 等我去了我就知道了反正肯定是差不了哪里去 这边你看这个小微墙巴基斯坦可能比这边穷一点 风格应该也是这种差不多 这个国家 怎么说呢跟俄罗斯好像那个车都是很老旧的我不知道什么 外国人开的车都很老啊 而我们中国的话 那个车都很新啊 这个原因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中国的那种 制造出来的东西比较多 中国的产品比较多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你想买那种新车的话应该是特别贵啊 肯定比国内要贵的 就是他们的制造业就是没有那么发达 然后成本比较高所以说 这是为什么就是大街上很多老车啊 新车的话一般都是特别有钱人 一般家庭的话我看都是老车比较多 像这边的话跟欧洲都很像 欧洲那边也是很多就是 上世纪的还在开的我操 中国早都报废了 也就是说中国报废的车在国外你卖出去还能开 就这么离谱 国外我感觉他们讲究的是一个就是 上上上上 就是应该就是一个省字 就是 花更少的钱怎么怎么样 往那边去的话是一个市区吧还是一个小县城也不是什么 反正有人啊 这边的话就是往那个阿拉木图那个主方向去了 这边也是有人往右边转的话就是不上高速然后会经过很多城市村庄了 上高速的话就是 人很少 但是接水的话我觉得应该也能接得到问题不大 我还不清楚到时候上去再说 反正就两百多公里 骑到快的话 骑到快的话我告诉大家 我两天我都能到 骑到慢的话 三天骑到再慢的话 四五天 看你怎么骑吧 反正两三天也能到 两天也能到 四五天还能到 这边就是这个农村啊 我就不进入村庄了进入村庄也没啥看的那个村庄都是土路 我去我这个车估计还陷进去 所以说就 不去那个村庄看然后我们现在就是 呃第一个就是重要的目的就是去阿拉木图救度 新都太远了新都1400多公里然后 回来的话就时间都不够了 另外就是我也不是说就是直接干到欧洲去 然后如果说我直接就是开起超长的环球旅行就不回中国的话 30天签证时间是够的给我去下一个国家的 绝对没问题的关键是我现在不是啊我还要返回中国 所以这就很尴尬了就是说你只能在1000 1000公里左右的地方你只能骑1000多公里左右的地方然后在 1000多公里在原路返回是这么回事到吧兄弟们 也可以就是买车票 反正两种选择 这边的话一个应该是上高速 然后一个就不是上高速 看一下前面那个转盘就出来 可以上高速 兄弟们这边是去阿拉姆图的后面那里是去市区的往那边的话去那个什么什么特点回中国 三条线 然后往那个方向的话 是去那个 也可以到阿拉姆图那边人多一点就是平常的路线 这边的话好像是高速公路 不到收不着费啊 这上面写的收费但是我们没看到收费账 应该不要钱 兄弟们这里好多好多马 这个马好看兄弟们 如果说他妈的每个国家可以骑的马进入的话我口子想买的匹马 环游世界 买个马环游世界他妈的比起这个呆子的多这个他妈的还要自己动那个的话骑上马就可以了 兄弟们看一下啊这 在那个什么草绿的时候很漂亮的 然后现在马上进入冬天了所以说草就黄了嘛 看一下这边的路况 就这样大家觉得好不好我觉得肯定是不好 不好没办法这些国家穷 他跟中国比较中国是有钱 这些国家穷的要死 但是穷归穷吧但是人家东南亚国家 就柬埔寨国家的路都比这个路好看 然后人家路也很漂亮很宽 不是这种老路 那就是中亚包括俄罗斯 这几个国家 俄罗斯蒙古 哈萨克斯坦都比不上东南亚 实话实说 然后这边的话三个国家就俄罗斯蒙古 然后还有哈萨克斯坦 路最好的就是俄罗斯 肯定是俄罗斯了 俄罗斯 再怎么没钱也比这几个国家有钱吧对吧 都是老大哥 这边的路就一言难尽了 这里去欧洲也很近 然后俄罗斯去欧洲也能去 反正中亚这几个国家想去欧洲 很容易就知道吧 然后从巴基斯坦那边的话就是去非洲 好吧去冒险大陆 这边就是去文明的 文明自由的 国家去了 大家都懂两面性啊不一样 兄弟们他们走到这条高速公路是去 阿拉木图的往这边去往那边去的话是去 塔吉克斯坦 去下一个国家去了这个国家 差不多骑 几百公里就干到下一个国家了这个国家 往那边其实去靠近俄罗斯啊就是 他首都就是往那边去的 只靠在俄罗斯那边很冷啊 然后往这边去就是往那个阿富汗方向 然后塔吉克斯坦什么什么反正 直接能干到 中东地区 这里靠近欧洲 中东 亚洲这是中亚地区啊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直接顺着这个飞进度车道就ok了 就这样走就好了 这个车速很快 我这个好像是免费的 兄弟们现在是下午的 7点多然后 还是在一个无人区这里前面有一个停的区啊 我也不打算进去了直接在路边搭帐篷就行 这边可以捡点残货啊 帐篷搭在上面其实就可以 这里都有残货你看 残货不愁没有 我的米饭倒进去热一点 然后一次就可以睡觉 帐篷搭帐篷 章篷就搭在这里啊 兄弟 搭在上面其实就可以 上面应该够啊 我看那个宽度差不多 可以打了 直接搭在上面就ok了 可能人家也撞不到你 你这应该没有那个傻逼 直接撞到这上面 但是保险期间最好是搭在下面 都可以 我直接搭在上面得了 往这一搭就ok了 哎呀 捡点残货兄弟们 今天晚上要做饭了 我操 昨天的饭都吃完了 这边的话应该都有残货 随便解 这是啥呀 这是木板 这边残货好简单 哎到处都是拆呀 这又是炸人的 我操 这里好多那个刺 好多好多垃圾呀 我操 见你们 点点柴火 准点柴火 兄弟们 这怎么还有洞呢 这边是老鼠洞还是蛇洞啊 我也不敢打扰他 我怕他妈的摇我 哇塞 这才我一捡直接在上面做饭 thing λ 我 这 这 这 我 这 这 你 这 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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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